干事半事太费劲了 他说是你别这样想了 你不在中国 你在印度 印度情况完全都不一样的 Namaste 大家好 心情不怎么好 天气太热了 也不是热 是闷的那个感觉 湿湿的感觉 然后心里也觉得是有一点闷 这里的人说话是一点都不口服的 不按时间到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也是 如果定三点钟的时间 是规定我会到三点钟 因为我看GPS 然后按地图说是45分钟到 所以我提前一个小时出发 我提前15分钟应该要到目的地 对吧 但是开始开车 然后是发现就到了 就是多了20分钟 人家要等我10分钟5分钟 我觉得是我错了 这里的GPS一点都不准 那这个是网络怎么样的 我老婆说是你们的机器不好 我说这个不是我们机器的事 那不是Google 美国的 那美国知道 美国的机器 但是有可能在印度跟政府有不一样的用的 我不知道 那今天呢是我弄性的事 其实这个是昨天的事 我孩子上学了 然后有他的校服 你要去某一个某一个地方 你从哪边呢 我拜读了看了 都长时间呢 是大概半个小时要到的 星期四的时候是他上学 星期五我准备去我打电话了 所以就是提前联系 我开了大概五公里 他说不行啊 今天不用来 我们我不在 我不在 我说是你不在 没事 你店里没有别人嘛 他说是谁都不在 我们现在给不了你 所以你该天来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 然后我没联系他 然后呢是星期天 因为自己有点事 星期一他要上学 星期天我去哪 然后就闻事了 我打了他电话 他说嗯 今天呢 说不行了 我们不在 你星期一来吧 在这里星期天不想本负了 然后罗罗我说 这个怎么回事呢 说这个你不懂 我也不懂啊 现在我也是一个外国人的 我五年就连着没来过这边 差不多忘记了 好 那星期一的时候呢 我打电话 然后跟他确认一下 你在吗 他说说嗯 在 离他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我有一个面试 来过去十分钟就到了 他说现在你不用来 你三点到四点 我们正常是四点钟 今天会到的 说好 没办法呀 我到家 然后跟老婆说 接完孩子以后 他们睡觉 然后我去去去去效果 三点钟我打电话 他不接我电话 三点半了 我说是如果他们醒了 然后我还没去 又会说是明天呢 是穿什么衣服过去的 上学呢 那肯定是他们在店里 有可能忙不接电话 就不接电话 没事 那我从这里开始开车呢 地图说是半个小时 我到那边是大概一个半小时 然后呢 说路约特别破 特别债 心都跳啊 哪里会碰得到我的车 哪里我给别人装啊 不敢去这样的地方 但是也没办法 然后我到了 楼梯过去的 上了四楼 发现就是门关的 哎呀 气死我了 他电话不接电话 终于他就是打了五六个电话 我都想把他的门要弄坏的 都已经生气了 他接我电话 我就是开始骂他 我不会骂人 但是我听说过这些这些这些骂人 我全都骂了他 然后他说说啊 我生病了 我在晕到的 我刚刚起的 他就是偏话 我说是不行啊 你有这样的话 那你打我电话了吗 你发我短信了吗 没有啊 我骂了好多 他说我不给你衣服 我说我不要你的衣服 然后打了那个学校电话 跟他说了 是你的人 这个这个不靠乎的 你要我的孩子穿小服过去 是你安排的 切走肯定要不得 但是呢 我们不能是今天来明天来 我又没有别的事来干的 在印度是做生意 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干事半事太费劲了 然后我打了一个朋友电话 然后他说是你别这样想了 你不在中国 你在印度 印度情况完全都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在这里的话呢 你把生活机关改一下 我说我改王主 你们觉得我应该要改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看我视频 关注我 我是印度阿燕 谢谢